你还想打人吗 你还想打人吗 你还想说 你还想打人吗 动一下手看看 你眼睛别老瞎歇瞎歇 谈你的事今天都是来帮助你的 我还对姑娘说 有多远跑多远 这也由你这样子说的 你跑来看的 你看这样子 这我就全分的 这事我没法全合 视频中被导师怒斥着的男人名叫小赵 俗话说 宁差是做庙部回忆装婚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让导师冒着被戳几亮骨的风险 也要让女友小刘和她分手呢 刚一上场 两位年轻人的一番争辩 便让众人直呼事情并不简单 我和方方两个毕竟认识有五年了 不管你说在家务方面吧 还是在任何一方面 我都依着她 但是在她心里面 肯定想到说我对她不好 就装吧 你那事对我好吗 每天有事没事看我短信 然后还跟着我 我现在这样就完全被你逼的 你说你上个班吧 化妆化的那样子 穿着穿着那样子 还有吧 你说你背叛我都不说了 我那个说 还会别人的小孩 我怀的是别人吗 你是男人吗 怎么不承认啊 你怎么自己的孩子 你都不承认啊 你为什么不承认啊 你简直就不是人 我怎么不是人啊 那怎么不是你的孩子 你是我的孩子 你爸打的 你别人的孩子啊 你 是我的孩子 你爸打的 不告诉我 你是吗 你要不要这么 你别人就是 虽说在本次节目中 是小赵想要主动挽回女友的回心转意 但是他却从刚一上场 就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求和态度 反而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自己的女友小刘泼着脏水 而情侣之间有些小打小闹和误会 都实属正常的事情 可一旦牵扯到孩子 那两人就要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 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怎么到他们两者 小赵怎么就开始怀疑孩子的真实身份了呢 而小刘又为何在听完男友的这些控诉之言后崩溃大哭呢 我问你想 我打的孩子 我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之前也那样吵架嘛 后来我知道我就是 怀孕了嘛 我就是想准备两个人就开始结婚了 我以为我怀孕之后 我们两个关系可能会缓了一点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今年 结果我有一次我祈祷出来的时候 我就看那看我短信 就说你怎么能看我短信呢 那时候就吵起来了 然后他就打我 打了我之后就不说了 然后后来自己还走了 我当时还有孩子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你 在小刘看来 孩子的突然到来 就是意味着两人五年的感情 终于要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男友对孩子的降临 非但没有着任何欣喜之意 还对他越加的进行了怀疑 甚至在争执的过程中 不顾他怀孕的柔弱体质 对他进行了殴打 这不禁让他寒心至极 然而听闻女友的这番控诉之后 小赵却立即进行了狡辩 要知道私自看人短信是一种侵犯别人隐私的行为 而打人则是一种犯法的行为 更何况是对于一个已经怀孕的女士进行殴打 无疑更是罪上加罪 但是小赵却好似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 反而继续把责任推给女友 甚至认为女友就是该打 这种蛮横无礼的方式 不由的让人怒气横生 那么小赵在短信里看到了什么呢 而这又和他怀疑孩子的身世有着什么关系呢 听了小赵的这番话 众人不免对胡搅蛮缠这个成语进行了深度理解 毕竟因为一些文字 小赵就对女友的忠贞 进行捕风捉影的怀疑就算了 被证明是自己的误会后 还要为自己男人的尊严进行维护 进而在场无耻的对女友如此破脏水 实在是可恨至极 然而小赵的这些话 只是一些开胃小菜 接下来的发言 更是惹得众人对其怒目而是 然后你就决定没法跟他过了 对 我当时就下令决心了 我就觉得这人真的是太恐怖了 然后你就背着他 我哪里恐怖 我那也不是背着他 是他自己 回到老家我有什么办法 就把孩子给打掉了 有可能都不是我的 他才把孩子打掉我的 这孩子就因为他打掉了 所以就不是你的是吧 但他说是我的话 他最起码打个电话 给我说一声对不对 你说也没说 有什么好说的 都决定不在一起了 还说什么呀 虽说小刘轻易放弃 一个生命的行为 有些不妥 但想必哪个女孩 在经历了自己心爱之人的污蔑 暴力之后都无法正确的去对待身边的任何事情 而看得出来 事后的小刘对自己偏激的行为也是追悔莫及 可反观小赵 他却依旧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 反而越加的认定女友的不洁 孩子的不洁 那么他究竟为何要这么给女友扣帽子呢 难道他是发现了女友和哪个男士关系不纯洁吗 明明是自己没有能力给女友好的生活 却怀疑女友对他人有别样的心思 小赵真是把刀打一耙的功夫 耍的是炉火纯青 一小编之间 小赵真的有些神经质 然而这些只是小赵无耻的一面 接下来小刘的记忆不控诉 更是让众人气的咬牙切齿 后来就是他从老家回来嘛 也就是来哭天喊地的求我 叫我就是和他和好嘛 本来我就下定决心和他不和好了 那个时候他就死皮赖脸的缠着我 还拿着那个刀他在脖子上 他说你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死给你看 虽说小赵此次求和的行为有些极端 并且他之前做的那些事也让小流伤透了心 但感情本就是可遇不可求 人生能有几个五年再去认识其他的人呢 更何况女人毕竟都是心软的动物 于是在小赵的苦苦哀求下 小流思考了一下 也就心软的同意了男友的再次复合 想着只要男友能够改变自己的极端行为 那么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有救的 可谁料之后等待小流的 却是小赵变本加厉的手段 以至于小流现在想起来都浑身发抖 听完小流的控诉之后 众人不免心里直冒冷汗 但是小流可不能再说吓一跳了 毕竟依小赵的思想 小流能够吓一跳 那么必定是他做贼心绪 而接下来 小赵果然不出所料的 对小流进行了进一步的无限 虽说小赵一直在为自己的无心之举进行开拓 但在场的众人谁都不是傻观 在这场爱情中 根本不是小流有鬼 而是小赵心里有鬼 才让自己的女友变成了鬼 然而无论男友私下里怎么冤枉误解小流 小流都能为了男友是太爱自己而忍受 可接下来的事 却让他接近崩溃 就是我一天去上班 我朋友他就是给我看那个手机 男性朋友女性朋友 就是异性朋友 就是他跟我说 他说你那个怎么了 昨天晚上怎么约我出来吃饭什么的 然后我说没有 他就给我看那条短信 他短信上就是说 亲爱的我想你了 有空出来吃饭做一做什么的 我当时看那个署名还是我的 我有发过那样的短信吗 也为工作的特殊性 也为了让男友安心 所以小流一直都把生活和工作分得很清楚 不该跃举的行为 他一概没有做过 可男友竟然群发消息 搞得他在公司和朋友面丢进了脸面 让他做了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这不禁让他气愤至极 然而对于他的控诉 小赵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 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 以至于主持人都忍不住对他进行了质问 是还是不是 男子和大丈夫敢做敢的 是吗 是我发的 我在家里面无聊 我都不想 你是无聊吗 你这是有病 那我发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回 如果哪个女的跟你发 你也是这样的 你还想打人呢 是吗 你再说 那怎么了 动一下手看看 厂上 小刘下意识的躲闪 简洁证明了小赵平时对他的虐打的行为 而众人虽然公然阻止了小赵此次的暴力行为 但小赵私下对小刘的殴打 却不止怀孕的那一次 他侵犯了那短信之后 那天晚上我回去我还没说话 他就开始说话了 他就说 你今天要和哪几个男人出去鬼混了呀 什么的 当时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我就想往外走 他不让我走 非拉着我 要我回去 我不干 然后他就打我 这次打没打 没打 你怎么没打呀 你没往死你打 你拽着我头发往强人 可那不叫打呀 那你说那叫保护是吗 那是推你 推了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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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下 或许小刘说的有些夸大其次 但依照小赵之前的冲动行为 在场的众人不免还是对小刘说的话 信服的多一些 那么经此之后 小刘赶紧离开小赵就是了 如今怎么还和他站在这里调解呢 我现在就不是不想跟他在一起的吗 我就觉得如果 你是下定决心了 还是说希望今天变成一个机会给他 看他的表现 我今天本来我今天带他来就是想给他机会 我就是想如果说他真的能够改变 不那样就是让人让我觉得恐怖 我就觉得我们的感情其实还有救的 我如果说没有救我就今天不会带他过来 我就是觉得我受不了了 我觉得我们这件事情必须得有一个结果 不管是好是坏 看得出来小刘还是对男友抱有一丝的希望 可是两人性格差距如此之大 怎么能够好好的在一起呢 而他们的爱情又是否被自己的家人所祝福呢 来 认识一个人 那位是谁啊 我妈妈 来 有请 见过吗一天 喜欢吗 不喜欢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带我儿子回去 这个女儿子嘛 把我儿子害的 她就是成天唠唠叨叨的嘛 再就是电话拿到一天 让我摸摸拆着不知道她是干啥的 我带她回去嘛 这个女娃娃我从来也不喜欢她 最近半夜又不在家 成天外边跑 是的我儿子挣钱不是她挣钱多 我儿子说她坏的日假的娃娃 你坏的日假的娃娃 你才不能打掉了 因为是我儿子的女娃娃 你可想说你五年来就有感情了嘛 你为啥要帮我娃娃要打叫 是不是 这样是什么 我才能要你都没有 肯定不喜欢你 不得不说 有其子必有其母 单凭小赵的一面之之词 她的母亲王女士 就断定小刘是个狐媚之人 实在是片面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 小刘更是羞恼万分 阿姨您说的对 我就是狐狸鸡 我怀了别人的孩子 他自己都承认他是狐狸鸡 阿姨您自己承认了 你就劝劝你儿子 现在我儿子也是说话 说不到像什么 他出个刺激了 你说现在我们还能要他 阿姨您今天的目的 也达到了 就是过来败坏我们一生了 我们今天就用我儿子 回去 你好了 你不说 我还是带你回去 我就喜欢他 不能给这个 你这太愉快了 你不听话 这个女子害到你了 你害死了 你看你从来那么乖 我就喜欢他了 都说母亲之爱子 则为知己深远 王女士想为自己儿子 娶得好媳妇的赎金 在场的众人都能理解 但是这绝对不是他轻易抹黑小刘的借口 毕竟小刘也是他母亲手中的心肝宝贝 换位思考一下 自然小刘的母亲也听不得别人如此诬陷自己的女儿 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王女士就不懂呢 而小赵既然对自己的女友怀疑颇深 他为何还要坚持和女友在一起呢 好去好散难道不好吗 对此台下的导师们便忍不住对他们的爱情进行了点评 我还对姑娘说 有多远跑多远 这人兄弟这样子说了吗 你跑来看了你看这样子 我就全分了 这事我没法全合 为什么 为什么有多远跑多远 他已经完全进入一个家暴的模式跟流程 家暴是有一个积累过程的 他进入这个模式之后 会慢慢的越来越严重越来严重 他已经进入这个流程了 你之后的整个人身安全是受到威胁的 这是一方面 那第二方面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在电视机面前来替这个姑娘挽回一下她的名誉 如果她怀疑的孩子不是你 从头根本不会告诉你 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非常地严重 严重在什么地方 你的小孩 你去动手打了一个怀着你小孩的女人 之后你又一个多月没有联系她 这种情况下她不打着小孩 你说她还有什么选择吗 她没有任何的选择 而这个时候你反过头来来指责她 说她怀的是别人的小孩 这女士 纯粹的一个诬陷 如果是我 她不给我讲一声 所以说我现在是为这个姑娘挽回一下名誉 其他我没什么可说的 有多远跑多远吧 就这样 谢谢 虽然陆琪老师毫不客气地在场上说出了这些话 但是却受到了在场众人的一致掌声和小刘的弯腰感谢 但是反观小赵 她却依旧是一副不服气的样貌 于是图雷老师也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个舞台上经常出现一种男人 什么男人呢 男人一潦倒心眼就变小 这也不顺眼那也不上道 媳妇办的美是出轨的前兆 媳妇要挣得多那一定是歪门邪道 对你说胡闹不胡闹 其实是自己自卑嫉妒家无能 屎盆子偏往媳妇头上道 我从没自卑过 没自卑过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一个男人娶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决定他将来的生活品质 一个女人嫁什么样的男人 决定他将来生活的希望 你说嫁这样的男人有什么希望 挨打的希望 图雷老师的话 说得非常犀利和一针见血 所以瞬间便打压了小赵原本嚣张的气焰 然而即便图雷老师怎么说 最终两人是否能够走下去的选择权 还是在于两个人的手中 旁人再多的说辞也无用 方方我就是喜欢你 我真的爱你 我可以改 上一次你不是说吗 你古典喊那个时候你想改 结果呢 你是变本加厉了 那都是我 私心才中我 从现在开始我不那样 我慢慢改变我自己 我希望你好 我不想看上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上你这样 其实我也心疼 真的 我希望你好 我不希望你这样什么都不做 我们这样的话就没有未来了 我也希望你像个正常的男人一样 去保护自己的女人 而不是去打她 我真的害怕 我 说了我改 再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我觉得 就是希望你过得好一点 好就无所谓了 其他的在不在一起 我觉得 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就想 我们 怎么去面对一下 面对未来 告白场上 虽然小赵表明了自己会改 但是小刘在思虑再三后 还是选择了离开 毕竟在这段感情中 前妻怀疑著成的伤害已经太深 伤口已无法愈合 其实 茫茫人海中 两个有情人能够从相遇相知 再到相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爱情来之不易 一段感情要两个人互相信任 互相支持 互相体谅 互相包容 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不要互相猜疑 更不要互相欺骗 因为有缘两个相爱的人 才能够走在一起 所以彼此都要好好珍惜对方 遇到困难时 两个人想办法一起面对 一起解决 共患难 共分享喜悦 这样的感情就会天长地久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高见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 积极互动留言了